亨生是1929年来 到现在要将近90年了 形成了那个英文风格 英国人生死的风格 为什么这个凤邦裁缝在上海比较出名呢 是这样的 浙江凤化人 以前很多人是到东北西哈尔滨那边学艺 学艺回来以后 他们就是带着一些徒弟在上海开始发展 所以可以说凤邦裁缝 仍是浙江凤化的 但是他们发展是在上海的 我今年是63岁 从事这个裁缝行业已经45年了 凤邦裁缝这个做工是比较精细的 刚开始的时候选料 定款式量体 量完体以后开始裁剪 裁剪也很讲究 横直四流一定要正 不能有坏斜的 所以在这个裁剪以前 还要把这个面料给它烫一下 这样裁剪出来的衣服 不容易走样 然后我们就是打线钉 材秤 打了一个毛样 请顾客来试样 这样一来 就是顾客的体型 什么要求 都比较可以满足它的 然后再回到工厂制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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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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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